更多资讯,更加深入,更有力量 欢迎订阅钟周坎会员网站 周周坎拼音的全拼.com 光明正大,蒙传媒 大家好,今天是7月24号 不知道是为了转移香港事件的注意力 还是转移李鹏事事事件的注意力 还是转移孙杨事件的注意力 对了,孙杨事件现在在国内 已经有知名的《体谈周报》记者 发文你可以说是讽刺 甚至是直指孙杨有重大科要嫌疑 总之国内的风向也开始变了 不知道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还是刚巧美国那边发布了新的信息 总之本来这一期是想继续说一说 香港问题下面应该怎么办 那么现在只能插播一条新闻 就是刘强东在美国那边的事情 还没有结束 他的涉嫌强奸案今年9月份还要再开庭 但是7月25日 也就是今天下午7月24号 美国明尼苏达州廷林郡 事发当地的警察局 传出了刘强东案件的最新进展 也就是美国明尼苏达州 庭林郡警察局事发当地的警察局传来了150页的笔录 以及其他案件资料 这些档案完全公开化 之前我们做过很多次分析 从一开始扑朔迷离到底有没有罪 是什么性质的犯罪 怎么样犯罪 过程怎样 男方女方之间有过什么样的经过和心理的推测 总之分析了很多 最后是刘强东对抗美国司法 还是回国玩弄中国司法 美国的律师和警察会怎么样 女方那边律师会怎么样 现在看来呢 还是当时的观众 包括我在内啊 还是太天真了 为什么天真呢 因为今天明尼苏达州公布的档案 具体内容有149页 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拿出了全部的证词 包含了东哥自己的笔录 女当事人 还有一些目击者的全部记录 记录里面是大家最关心的三个问题 第一就是刘强东和女受害人刘静瑶 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关系 笔录显示是完全的自愿 也就是说刘强东确实不是什么性情 但是确实发生过关系 第二是细节 也是大家最最关心的 两个人曾经在车里就有过激吻 怎么稳的在档案里 笔录里都有记录 谁先谁后啊 什么姿势等等 这个是我猜的啊 我也不知道 我没看过那个证词 然后他们在公寓里发生关系前 还曾经一起洗澡 这是以前的这个新闻里都没有的 说到这里呢 大家就应该知道了 很多人的心都凉了半截 原来社会就是这么的现实 就是这么的复杂 就是像王思聪在案发 一开始就说过的那句 只是因为价钱没弹笼而已 其实呢 我还是认为 王思聪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案件的详情 只是他熟知这个圈子的规则 熟知中国社会的现实 他第一时间做出的判断呢 看来是准确的 所以很多跟我一样 关心女权抱着一枪 为弱女子打抱不平 对抗中国豪强的这么一种想法的观众呢 可能要颇为失望了 要说明尼苏达的警方呢 其实还真是比较偏向于 就是帮助弱者去抓捕这个豪强 这跟中国对美国司法系统的描述也不一样 好像在中国的语境中 只要美国有钱就能有好律师 警察也向着富人 富人就能一手遮天 其实这件案件 从一开始的那个势头来看 如果不是刘强东请的律师好 或者这件事如此的铁证如山的话 刘强东还真的是比较悬 我想美国警方可能也受了 me too运动的影响 这件事呢 他们尽量失望 虽然当时是自愿的 但是最后后悔了 多少也想让刘强东承担一部分责任 这个方向好像去办 至少一开始就把它抓起来了 后面还提出过刘强东的六条重罪 不过后来从断断续续 公布的案情和录像来看 女当事人当时挽着刘强东的手 神态非常自然 刘强东也很自然 在电梯里 在门口的全过程都应该是熟人 所以最后 明尼苏达警方撤销了全部的刑事控诉 后来呢只剩下你当事人对刘强东的民事诉讼了 所以刘强东在去年12月22号发微博称 明尼苏达警方传来好消息 撤销刑事指控 剩下的他就是对家庭的伤害 也就是出轨对奶茶的伤害了 现在呢 刘强东和奶茶表面上看上去还是很甜蜜 一段时间大家传言 奶茶卖掉了澳洲的豪宅 可能离婚了 但是现在有娱乐记者报道 好像并没有离婚 而且还时不时出来秀恩爱 说实话 这个时候离婚对奶茶也没有什么好处 对刘强东也没有什么好处 毕竟说到底呢 也只是老公花心了一下 这个结婚前他又不是不知道 但是秀恩爱呢 可能就是属于纯粹的一种公事公办了 婚姻可能也是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 这个就另说了 不过现在国内媒体如果要调侃刘强东事件 可能要小心些了 因为7月19号 新浪网报道了一条消息 刘强东在国内正式起诉一个大V 微博大V叫赵胜夜 起诉他丑化刘强东的形象 在7月20号的时候 赵胜夜在微博公布了刘强东律师 发给他的民事起诉状 起诉状中明确提出 微博账号赵胜夜和今日头条账户赵胜夜 自2018年3月份起 发布多条侮辱性言论 诽谤刘强东捏造事实 称刘强东强奸性侵 并用下三滥强奸犯等 此语辱刘强东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刘强东方面要求赵胜夜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近100万经济损失200万 攻击300万 并要求赵胜夜公开道歉 30天以消除其言论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 这个起诉一公布 很多人都是吃了一惊 因为在刘强东案件爆发 也就是2018年3月以后 很多人在微博网站上 包括视频频道 包括我们都做过刘强东的节目 一时间都是把它称为犯罪嫌疑人 强奸犯嫌疑人用的也是性侵等等 那么刘强东为什么单单起诉赵胜夜 因为赵胜夜是北京购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人代表 他自己的资料写的是讯网云计算 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 学历是中科大博士 同时作为一个关心时事的微博大V 他的粉丝有137万 他的简介是单枪匹马 也不怕一枪孤勇又如何 他的标签有多种身份 比如80后博士兴趣爱好 包括IT地球物理地震预测 说到地震预测之前 他在网络上曾经有一个争议 他在微博上发表一篇云与地震的相关性研究 及其实践成果综数 由于赵胜夜的微博影响力比较大 新疆地震局还专门发文进行驳斥 只说了他几个常识星的错误 可能他当时看到了地震云就来预测地震了 所以赵胜夜在关心科学的同时 也很关心各种时事热点 从滴滴拴风车到林志玲结婚 每一件事他都要发表评论 看来如果他在国外的话 也是一个YouTube的时事评论博主 自从刘强东涉嫌性侵案以来 他就一直在微博上抨击刘强东 经常也带着去骂京东 在刘强东的起诉书中 赵胜夜曾经在微博上说 刘强东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后花园 开公司就是为了得到美女的青睐等等 而且赵胜夜还曾经做了一首打油尸 讽刺刘强东性侵事件 他直指刘强东是强奸 这一点也被刘强东方面来起诉 指赵胜夜捏造事实 在收到法院传票以后 赵胜夜表示自己要用蚂蚁逗大象的精神 跟刘强东死磕到底 网上也有很多人疑问 为什么那么多人批评刘强东 只有他受到起诉 赵胜夜自己解释 这是因为他跟刘强东是商业竞争对手 因为他正在开发自己的购乐APP 就是新开发出来的电商系统 跟京东有些相似 于是京东就在此借机打压他 实际上是京东在搞行业垄断 这款电商APP是集买货送货配送收银 多功能为一体 就跟京东真的是差不多 所以面对刘强东的起诉 赵胜夜他完全没有要屈服的意思 他在微博上为自己辩解 说他只是尽了道德批判的义务 没有偏离事实 也没有抹黑的意愿 他还连续发了多条微博 怼刘强东说公道自在人心 白的黑不了 刘强东想借机洗白也不容易 大家给你光环是为人民服务 不让你找小三等等等等 并且他跟粉丝表示 自己今后的一切动态都会发到网上 让大家围观整个法院审理案件的详细过程 看来有条件的话 他甚至是想做直播 同时他也警告刘强东的水军 如果再谩骂他会等着收律师函 他也要去告刘强东来骂他的水军 最近很多名人明星就起诉微博用户 起诉媒体网站实在是很多 最出名的就是那个蔡徐坤了 当红流量小鲜肉 不过自从被讥讽了之后 好像星途就受到了影响 他起诉B站是因为B站里很多人用他形象做鬼畜视频 有一些还比较血腥 但实际上是起诉B站提供了一个大家发弹幕来讽刺蔡徐坤的平台 可能想让B站去管一管这个弹幕 但是因为蔡徐坤这个事件 现在他的名声也是大噪 现在很多抖音后面 比如说什么打篮球的后面 还有什么长得比较娘娘腔的呀 或者甚至比较阳刚的呀 后面都会有人跟帖蔡徐坤 就是业余蔡徐坤 比较没有那个阳刚之气 然后往往是一个人 就回帖就三个字蔡徐坤 然后下一个回复就立刻是律师函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敢问 那么这一次刘强东起诉赵盛业 他们的举证会更加复杂 因为刘强东性侵案 现在还没有最后的定论 虽然明尼苏达警方撤销了刑事诉讼 但是刘金瑶起诉刘强东的民事诉讼 将于美国明尼苏达州9月11日上午8点15分举行听证 美国法院要怎么判 还不知道 到时候又是一波的网络热潮 2019年9月11号上午8点15分 可能是美东时间的上午9点15分 大家记好 到时候争取给大家直播 我现在预判 虽然之前有那么多的证据 但是很可能 这个女方跟刘强东达成了一定的口头协议 又或者是刘强东醒来就反悔了 于是提上裤子不认账 或者是女方突然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那么刘强东恼羞成怒决定不认账 反正不管怎么说 女方可能也有一定的理由 到时候刘强东能不能躲过民事诉讼 还不知道 现在刘强东是起诉赵生业高达300万赔偿金 那么依据中国的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的解释 他法院需要根据被告的过错程度造成的后果 以及被告是否在侵权事件中获利等等要素 做出判决 其实中国对于民语侵权案 他判的要比美国要容易的多 就是很多人容易被判民语侵权 因为中国人比较要面子 比较重视语言的伤害作用 比如说最近徐晓东跟太极大师 那叫陈晓旺的口水官司 就判了陈晓东赔给 徐晓东赔给陈晓旺21万多 而且封杀了他很多平台 造成他的个人信用降到低级 甚至都不能坐高铁 只能坐绿皮火车 直接导致了徐晓东一怒之下 上推特上油管 正式跟陈晓旺开干 现在是继续报陈晓旺的黑料 说他90年代到澳洲 十几年都没有回国 拿的是六四血卡 他的太极拳都是骗人假的 然后他的徒弟 现在跟徐晓东干上了 又说在陈家沟 训练了几个摔跤选手 什么准备跟徐晓东对着干 徐晓东决定去报更多的武林黑幕 大家可以自己去他的网站看 非常有意思 另外还有一个网络名人 比如说油管上和国内各大平台 有个叫环华十年的一个屌丝旅游博主 曾经以担任一个屌丝一辆面包车改装的床车 想环游全中国 后来路上遇到一个女伴 一度是男女朋友 后来闹分手了 最后不知道这个环华十年 我是只关注油管 没有关注国内网络上 不知道什么原因 跟他发生了就是口角 然后在论坛里好像互相在抹黑在骂 最后被好像江苏一个地方法院判处 他名誉侵权成立 他也不能坐高铁 回到江苏的法庭去应诉 当时他在西藏 不知道他后面是怎么回去的 飞机也不能坐 可能真是坐绿皮火车回去的 然后被判败诉 就是要在网上给他道歉 连续多少二十天 还是二十一天 还是十几天发帖 发一个非常正式的道歉函 然后还不能在以后的节目中再提他 总之中国的这个名誉侵权案 还是挺容易做出判决的 而且已经有不少的先例 所以这次刘强东来起诉赵生业 标的高达三百万 这个挺有看头 所以今年9月11号 咱们到时候再看 那关于香港问题 其实今天本来做了一期 做了一期以后 我早就预料到他会有很多人投诉 因为稍微带有一点这种打人的视频 但是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频道最近只要发节目 都会第一时间被人集体投诉 看来是被人盯上了 其实这个YouTube的机制也有问题 他只要被人投诉 他似乎就先判定你不适合什么投放广告 或者不适合部分地区人观看 然后需要你申请去 人工去申请审核 最后我们的节目一般是百分之百都被解锁 但是这样其实油管是做一个有罪推定 他其实应该是要要求那个发起投诉的那一方 去提供证据 然后要求人工审核才对 所以油管现在虽然最近那个他的CEO吧 批柴到白宫 也只是赞成对华为的这个处罚 但其实的话很不好说 油管在这种审查上 在政治正确上做的有一些不是那么太正常 好 那不管怎么说了 这个虽然说这个刘强公的新闻呢 可能有转移视线的注意力的作用 但是未必是故意要这么转移视线的 就无论是香港问题 李崩问题啊 还是孙杨 这都转移不了的 所以我们下一期还是接着上一期讲这个香港问题 已经有很多的学者 越来越严肃的报刊 都在发文去分析香港游行抗争的策略问题 其实呢 大家如果仔细看 我可能也是第一个提出这个疑问的 其实也是第一个把这个香港这次游行 跟六次相提并论的啊 那么下面随着中央现在调子升高 好像有一点豁出去的架势 下面的香港局势就比较微妙了啊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来不及 那明天就给大家做出 好 那这期就跟大家闲聊到这儿啊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根据屏幕信息给我们咖啡打赏 左边是PayPal 上方是PayPal转账邮箱 下方是PayPal 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PayPal公司在中国大陆有官方网站 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直接注册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好 这里插一条小广告 请大家关注我的个人频道 审时度视 我的个人频道主要放置一些 节目中遗漏的重要观点 以及集中回复网友的留言 还有就是一些生活旅游体验评测类的视频 和对一些事物的偶感心得 有一些零星的重要的或者有趣的想法 形成不了完整的周周看节目 都会放在我的个人频道 审时度视 欢迎大家订阅 欢迎订阅